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直豪 3月12号是植树节 南加州圣玛丽诺市每年都会举办植树活动 期望唤醒大家对自然的重视 同时增加城市美观 何许的天气相当多人到场参加 南加州圣玛丽诺华人协会 获得了市政府以及驻若台北经文处赞助 每年举办植树节活动 除了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纪念日 同时美化环境 延续了20多年的优良传统 今年选在3月13号上午举行 包括了圣玛丽诺市市长 市议长 政府代表 以及华鞋理事都到场参加这场具有意义的活动 那我们每年都会在塞玛丽诺选一个地点 种个树 那这样的话是保持塞玛丽诺的环境 也帮助我们这个世界的environmental的issue 所以今天我是很高兴有那么多人来参加今天的tree planting ceremony 希望明年每年都会继续种一个好的树 很高兴在我们San Marino 在Huntand Drive中间的整个草坪上 还种了三棵树 三棵树 那大家都晓得这个树在San Marino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资产 那San Marino因为有这么多很好的树 也是成为它的特色之一 那当然我们里面树最有名的也就是我们Huntand Library 我们经由这个植树节的活动可以让我们San Marino有更多的树 更多的这个美好的环境 让我们整个San Marino市市民的生活水准能够提升 我们非常高兴一起来参加一起来赞助 修剪家中的一草一木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法规 有些特定的树木禁止砍伐 修剪也需要到市政府申请许可证 请专人处理 提醒民众一定要多加注意 这些禁令都是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生态的重视 让城市回归自然 中天频道采访报导